全月四 八学园校长小林先生的教育方法非常独特 很大原因是受到了欧洲和其他国家的教育方式的影响 比如说从韵律操开始学习的新的节奏教育 吃饭散步时的礼仪 连午饭时唱的好好嚼啊把吃的东西这首歌 也是那首英文歌 滑啊滑啊滑起你的小船的翻版等等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局 八学园还有一位完山老师 他在八学园的地位相当于别的学校的教育主任 称得上是小林先生的左膀右臂 不过这位完山老师在某些方面却和小林先生完全相反 完山老师真像他名字中的丸子那样 长着圆圆的脑袋 头顶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光溜溜的 其实仔细看看 从耳朵边往后倒是还长着一圈短短的闪光的白头发 另外他圆圆的眼镜 红扑扑的脸颊 一眼看上去就和小林先生完全不一样 而且更不同的是 完山老师还会时不时的吟诗给大家听 变庆 乌乌 夜渡河 其实 这句诗应该是 编声 萧萧 夜渡河 可是 小豆豆他们却一直以为 那个叫变庆的人 乌乌的哭着 在夜里过河呢 即便如此 完山老师的变庆 乌乌 还是非常有名 十二月十四日那天早晨 大家来到学校后 完山老师说 今天是四十七议事报酬的纪念日 我们要步行到全月四参拜 我已经和你们的家长联系过了 小林先生没有反对完山老师的主意 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 总之没有反对 也许他觉得这样做也不是坏事吧 不过 小豆豆的妈妈还是觉得 八学员的风格和去祭拜四十七议事的墓 两者一对比 总有点怪怪的 出发前 完山老师给大家讲了四十七议事故事的梗概 特别是议事中有位叫天野乌立兵位的人 他负责准备四十七人的武器 被抓获以后 无论幕府的官吏怎样拷问他 他只是说 天野乌立兵位是一个男子汉 他丝毫不肯泄露意识们报酬的秘密 完山老师把这一段故事反复讲了好几遍 学生们虽不太清楚 四十七议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可以不上课 带盒饭去比九品福还远的地方散步 大家都非常兴奋 孩子们向校长先生和其他老师说了声 我们走了 有完山老师带头 全校五十名学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从队伍的这里那里 不时地传出 天野乌立兵位是一个男子汉的声音 连女孩子也大声说着 是一个男子汉 吵吵嚷嚷的样子 惹得路上的行人纷纷笑着回头看 从自由之秋到全月寺大约有三日里 但是路上几乎没有汽车 十二月的东京 天空一片湛蓝 孩子们一边嚷嚷着 天野乌立兵位是一个男子汉 一边连蹦带跳地走着 一点也不觉得疲惫 到了全月寺 完山老师发给大家献香水和花 这里排列着很多坟墓 不过比九品佛寺庙中的坟墓要小一些 小豆豆想到 这是来拜计教四十七亿士的人 不由地严肃起来 献上献香和花之后 也学着完山老师那样 默默地鞠了一个宫 在小学生之间弥漫着寂静的气氛 这是巴学员非常难得的安静 每一座目前的献香 都冒出鸟鸟的清烟 在空气中散成各种图案 从那天以后 小豆豆感到献香的味道 就是完山老师的味道 而且也是便庆乌乌的味道 是天野乌立兵位的味道 还是安静的味道 孩子们并不可能明白便庆 或者四十七亿士 但是完山老师仍然充满了热忱 耐心地说给他们听 这是完山老师和小林先生不同的地方 但同样让人尊敬 让人感到亲近 另外 小豆豆还喜欢完山老师的声音 她的声音是那么温和 让人觉得 她和老师厚厚的镜片 后面的小小的眼睛 以及老师胖胖的身体 有些不相衬 要过新年了 要过新年了 来到每个小的眼睛 请不吝点赞 udi刺 这家伙子 全部 想吟 想吟